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持续剧烈震荡下跌 特别的是连债是黄金也跟着被抛售 美联储与川普政府推出了一连串的 刺激方案 但是投资人似乎都不够满意 此时投资人该怎么办 股市的谷底快到了吗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访问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 郭阿福先生 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 郭阿福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近期的盘事 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近期股市可以说是剧烈的震荡 现在连债券市场也遭到了抛售 使得殖利率走高 这对于金融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前全球面临的健康危机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三大危机的风险 投资人的已经处于这个极度的恐方状态 开始抛售几乎所有类别的资产 不论是风险型的股票还是保守型的环金美债 由于债券被大幅抛售 自然就推升的利率的上涨 包括返贷利息的上涨 比如说15年的返贷利率 今天就已经串了过去两个多月的高位 而这种抛售对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也造成了流动性的问题 加剧了投资人的恐慌 美联储与财政部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方案来拯救股市 那么分析一下您觉得效果如何 美联储已经看到了这一次危机的事态的严重性 已经通过如下措施进行救世 第一是降息 就像周日的100个基本点进入零利息时代 第二个就是回购短期国债 这是前一段开始的 后来有加码 第三个就是回购中长期的国债 这就是所谓的量宽 第四个回购政府抵押的 这个就是机构票据 比如说房地产房地美他们的这个票据 这回第五个呢 这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已经准备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 来购买企业的短期票据 因为美国企业的都是靠发行短期票据呢 来维持公司的现金流 维持公司的现金流 由于这个各类资产都被抛售 短期票据也难 难逃其厄运 票据被抛售 利率就上涨 意味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就大幅提高 举个简单例子 短期票据前一段 平均利率是1.75 最近就涨到了2.5% 一个点非常多的钱 许多企业已经无法承担 企业可能就会出现现金流的问题 美联储呢也设置了一个一个专门的基金的来买入这些票据 压低利息来减缓企业的流动性 但这一切的一切呢 似乎呢 市场呢 并不是很满意 那紧接着美国政府进行 也推出了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 来帮助企业 特别是一些航空公司啊 这些旅游业啊 这些受重伤的这些企业 争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从股市的表现来看呢 效果呢 都不是很好 所以市场最期待的就是美联储 能够像日本央行一样 直接从市场购买股票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的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话 美联储呢 要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呢 提出他的申请 经过国会同意以后呢 才能正式启动 这可能就是市场最期待见到的 联储直接入市复盘 只要美联储愿意做 就可以继续的下去 复盘的话还是可能成功的 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是持续的下跌 那这对于金融市场会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 由于受到石油价格炸 疫情等负面消息的影响 美油价格呢最低的时候呢 近期已经跌倒过20.5美元左右 创了近20年的地位 这对于平均开采成本相当高的美国页源油行业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许多企业面临着债务危机 甚至破产的危险 这也给为他们提供融资贷款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带来了很高的风险 所以说呢 这两个板块呢 投资人应该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专业的对公司财务状况 现金流分析能力的话 你最好不要去减这方面的便宜 这可能会踩上地雷 好最后请郭先生为我们的投资人 这个接下来的操盘建议跟投资策略 我在三周前呢 有就是2月28号左右 接受柜台采访时 我对投资人的建议是 降低场口去杠杆 增持现金 不要在市场刮12级台风时出海浦渝 经过了三周之后 美国股市市市垄断 股价大幅回撤 估值呢 同样也就相对的更加合理一些 标普500的估值 以中去年的年底的接近十二倍的 二十倍的市盈率 降至的现在不足十四 所以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说 我说的是月级别的 从长期大波段的走势来说 美股我还是坚信长流短熊的 美国的大波段还是向上的 说长期投资人呢 在密切追踪龙头股的前提下 不要听别人说买什么 你要自己去做功课 选择现金流好的 受疫情相对影响小的公司呢 在好的价位处 折击建一小部位 一小部位仓位 而对于中短期的投资人来说 由于中短期走势 现在依然向下 如果你要逆势操作做多 那就要做好严格的风险管控 所谓的严格的风险管控 就是你在买录之前 你就要算好了 万一你买错了 向下趋势继续向下的时候 你准备赔多少钱出来 如果您做不到这一点 还是持有现金 多看一会 可能胜算会多一些 郭先生表示 市场期待美联储 能够直接入市互盘 不过这还需要国会的同意 所以投资人不用担心 美联储会没有子弹 美联储它的子弹很多 只是要用还是不要用 同时他也建议长线投资人 可以择机小部位小部位的进场 但是当然是要选 金本面稳健的投资标的 至于中短期的投资人 此时最好还是再等等 会比较安全 以上就是本周的华尔街周报 节目内容 提供观众朋友您做个 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核家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